穿什么太义啊 本宫的心病他们治不了 母后 你别吓我 你想把本宫活活气死是不是 儿臣不敢 贤王在这儿 贤王和你母后都坚决反对你善位 你现在就给本宫一句痛快话 究竟是否改变主意 如果你不能收回成年 我现在就去九泉之下 天仙黄痴 臣 也只有随太后一通前去了 母后 儿臣自此 就断了这个念头 请母后别再生气了 皇帝 也不要以死相逼了 你给我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这个不孝子 皇上驾到 参见皇上 免礼 你们先下去吧 爱妃 皇上怎么了 坐 我呢 想善位给皇帝 没想到我诏书还没写完 他就跑过来 大骂了我一顿 好不容易把他搪塞走了吧 没想到 他又去母后那儿告我的状 我 结果可想而知 我被母后 骂了个狗血淋头 你想善位 你想善位 这个皇帝 太不自由了 倦了 再加上那晚神人传训 可是 身不由己 莫过于是 莫过于事啊 只要我做这个皇帝 到头来 只能连累你跟我一起吃苦受累啊 皇上 你为了我 连江山都可以不要 臣妾 不知道有多感动 哪有什么委屈为难 前面这句话你说对了 朕就是一个 不爱江山 只爱美人的痴情肘 可是 我若不善位的话 万一神人再次降罪下来 只怕又要 连累于你啊 夫妻一体同名 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就算是死 我也甘愿 春风再美 也比不上你的 一笑 为什么他们 就看不到你的好呢 我是你的女人 我的好 你看到就够了 你说我做这个皇帝 不管我做什么 他们都要说三道四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好了 我不做这个皇帝总行了吧 可还是不行 那 我就继续做这个皇帝 而你 就必须是朕的黄河 就必须是朕的黄河 大臣不会答应的 爱妃 我知道你的顾忌 你不中虚名 而且 你也不愿意我为难 可你能不能体谅一下我的心情 我就是想要给你一个名分 我要让你堂堂正正地陪着我 一起均临天下 为了这个目的 我不惜一切代价 虽然我上不了位 不能去解开那个阴 但我可以努力去争取另外一个果 说不定你封了后 有了天命必有 就不会受到惩罚了 好 我答应你 哪怕他们说我是祸过妖妮的妖妃 我也要做你的皇后 好 可是我有个条件 你得答应我 说 不办策后大殿 只将封后诏书 传至忠书舍 在殿里宣布一下疗事 这怎么行 策后大殿如此草率 这 这对你太不公平了 若你真想补偿我 我喜欢燕火 在策后大殿上 为我燃发一场绚丽的燕火 作为庆祝吧 此话当真 当真 朕 尽遵 一旨 欸